5千5百個年輕人 栽爆加州體育館 他沒有機會選擇 太多人選擇 JG 這就是我們超級球賽 當紅的英雄聯盟 全球玩家總人數累計超過7千萬 但一場次冠軍戰 觀眾就高達2千7百萬人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運動 美國電競產業 蓬勃發展已經列為運動賽事 不過反觀台灣呢 其實希望證明 希望它是一個運動項目 因為它四個運動項目 最主要的差異是 讓參與的這些電競選手 他可以獲得比較明確的保障 列為運動項目不但選手 出國比賽的簽證 或是兵役問題都能獲得保障 目前全球把電競納入體育項目的 有美國 中國大陸 韓國等6個國家 而南韓在2009年開始 選手能用電競成績申請大學 畢業後免服兵役 或是改服電競替代役 電子遊戲也是算成一種sports 就是e-sports 所以現在 現在韓國也是已經在發展了 台灣也能比較辦理嗎 我們走一趟體育署問清楚 因為現在電競競技 它並沒有獲得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跟國際單槍運動總會 聯合會的一個承認 也就是說它的國際的總會 它並沒有辦法去獲得他們的申請加入 體育署根據國際認同以及網路民調 拒絕把電競列為運動賽事 去年可能3月份有代表 就是台灣去參加一個波蘭的 全球國際大賽叫IEM 比賽的時候 我們其實選手一定要跟學校請假 因為畢竟可能出國兩個禮拜 很開心的打個全球 可能3 4名回來 但選手回來台灣第一件是什麼 先到學校做勞動服務 1 2 3 3 2 3 台灣電競選手 只能以思源名義請假出國參賽 不過國內許多學校都開了相關課程 韓國它扶持這個電競產業 它玩的雖然也很多都是國外的遊戲 但是它也非常推廣自己的遊戲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要國家的扶持 我們是不是應該連帶發展 那個遊戲 應該是我們台灣發展的遊戲 當全球正前鋪後繼 可以發展電競產業 政府不應該在這時候身影 電競到底算娛樂事業 還是體育賽事 基本定義都還曖昧不清 又怎麼能夠在國際電競舞台 佔有一席之地